C罗加盟游人图辞后,至少在联赛层面,C罗和梅西不会直接对话了。 在现在,英国媒体每日进报报道称,国际米兰的赞助商,费奈利老板特隆凯蒂已经放话,本来,国际米兰可能求购梅西,因为任何球队都无法对梅西受布,虽然求购难度很大,但国际米兰至少展现了雄星,而转会市场一切极有可能,C罗离开黄马加盟游文图辞的转会震惊足坛。 为了得到葡萄牙巨星,游文图辞支支付了超过一亿欧元的转会费,此外还有三千万欧元的年薪,一时间,游文图辞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球队,但对于国际米兰来说,他们同样野心勃勃,即将到来的新赛季,国际米兰将重挡欧冠,现在,蓝黑军团期待着复苏,国际米兰主赞助商费奈利的老板特隆凯蒂表示, 是,梅西?你怎么能对梅西说不?因此,意大利媒体已经十分期待,梅罗之争能够在一甲上演了。 当然,国际米兰求购梅西,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首先,国际米兰需要解决自己的财政公平问题,此外,梅西和贼罗不同,埃根廷巨星从出道时就在巴萨效力,他一直有在巴萨退役的打算,因此,国际米兰挖脚梅西,比尤恩图斯瓦来贼罗的难度更大, 但是转会市场一切就有可能,如果梅罗之争第二季在一甲上演,球迷们肯定会充满期待。 目前,梅西和巴萨的合同在2021年,违约金高达7亿欧元,见时,梅西就34岁了。 对于国际米兰来说,他们若求购梅西,也不会等到三年后。